嗨 大家好 我是样胖 这期聊聊啥呢 大家都知道我现在是一个车贩的对吧 卖车 我最害怕的其实就是客户啊 让我给他找车 我要这么说呢 我不太喜欢和车贩的打交道 虽然我是车贩的 说白了 我和自己的同事打交道都需要 动动脑子 知道吗 就是不一定谁给你爸个坑 更不用说外边在的 然后呢 有个美女啊 想我给她找一个奥迪啊 Q2 Q3 或者A3 你知道吗 想要年限近的 对吧 这个他的预算其实 有点尴尬啊 太近的可能找不到 你知道吗 远的呢 这个 美女感觉好像还不太满意 然后我家吧 就一个17年的A3 当然这个东西是在他预算之内 但是年条太近 对吧 然后呢 我就 挺难受的啊 这两天我也在行上帮她找了 哎呀 人情冷暖 说实话 我真替 部分人想买二手车的人 感觉到丧火还难受 为啥呢 你要知道 我是以车上的身份 去和车上去打交道的时候 都是处处晃现 买哪都是坑 对吧 就明着告诉你 兄弟 这车 顶砸了啊 顶砸一点 你过来看什么呀 是卡卡到那一看 A住切割 啊 兄弟 这车你放心吧 车肯定板张啊 说得可真的是了 你说我一天 屁点屁点 我开个车 到那盖一看 前面都给怼到旋子了 发动机都掉地下了 就诸如此类的车 我现在有的时候我都在怀疑 你知道吗 你说 您都说同行是远见 你说车上之间可能是远见 但是换句话说 对吧 我有我的客户 你提供我的车 对吧 我认为这个东西就是 都是一个很好的事 但你会发现 往往女婿和同行人恰谈 你说同行人说 这户准吗 准他说 你 多给你点完事的呗 对吧 那说白的啥意思呢 就是 如果这个客户对我认可都很好 对吧 我就可以 必然的说下话 反正这个得准的事我才办 对吧 就是说 哎呀 这车行啊 车况好啊 然后呢 把相信我的人 带到他那里去买车 对吧 我一张准一顿旅啊 这车嘎嘎好 买回家也是大事故 对吧 然后呢 昨天我自己 我是运行过人 对吧 那个我心里都会过不去这个坎 眼见不管的事 人讲话 我这车卖出去 对吧 而且你会发现他们卖大事故的人 从来不怕你客户回来找 对吧 这个小街的那样 各个各的道 他没有自己的途径 他根本就不怕你去找去 对吧 他有一半的办法等着你 不行 最不行的办法是要招配一载一换 就完事了 我不由得想起来 你说单分一个普通人 想去二十时市场买车到底有多难 特别是这种 你像我 咱家现在车已经很多了 就光平民车 一般基本都在 7万块钱以下 我现在单约散步啊 都是7万块钱以下的车 一两万 两三万 三四万的车 非常非常的多 我知道吗 但是依然还是会有客户 他就 你家车不都没看上 对吧 我就想 找点别的什么车 绝大部分客户 其实我是不会给他找的 因为我嫌太麻烦了 还是句话 就是 你信任我 我自己家的车 我必然都该卖你 我怎么情况 我都知道 别人家的车 换句说句不好听的话说 我水平有限 我也不敢保证 对吧 你买一台车 我都先去给客户去看 搭着时间 搭着力 然后呢 况且我看你还不是那么太准 我也不敢保证说 这个车 对吧 我看完车晃一点不差 我也不敢保证 任何一个人可能都不敢 排着胸部 你放心 我看车就是多准 那很多 低端车其实还差点 很多高端车经修之后 很多大拿去他都不一定能看出来 更不用说我这个小撒了蜜了 况且有些车 车况还看不了太准 然后呢 说死话 你说 我自己的车 我自己车上的车 对吧 单位有考核制度 我卖一台车 我有个业绩 你说我去别人那 对个份 对吧 只要多了少了的 然后客户还不一定愿意 对吧 然后呢 后续还有很多螺乱事 所以说 其实我是最讨厌给别人造车的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 有很多客户 有很多朋友家我里都知道 要问我有没有什么车 我没有的前提下 我就不会再联系他了 就是话 我就不会再联系他了 虽然我是一个车商 但是我有自己的原则 对吧 很多户就是在问题的时候 你车都买完了 之前有人问 啊 你家有没有啥车 要告我什么又浙纳 什么斯科达的 什么明锐 什么晚上啊 精锐的 当时没有 后来说我家车家告啊 把我这个微信给删了 其实删不删的 无所谓 我想说的是 你想买任何车 对吧 只要在我家这个区间价位之内 我全都用 只是时间的问题 对吧 现在呢 我再看一看 咱家斯科达已经好几个了 对吧 什么 天雨啊 雨漾现在没有 就以前那些很便宜的确实少 现在已经进来了一大批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你很多客户那个 已经购买完别的车了 我可能跟人家最大的区别就是 我不喜欢兑份 如果我要兑份的话 吃花太容易了 对吧 我本身干的行呢 我干啥 我上班没事上车上留着去呗 对吧 找着合适的车给客户打的话 你就过来看吧 对吧 中间对手其实也不是说 这玩意其实 想哈的也没啥 对吧 我也付出这个努力辛苦了 但是我感觉 我怕我担不起这份信任 知道吗 所以说我给人对撤的时候 就是谨慎 谨慎 再谨慎 就尽可能 不去对 对吧 我另外不挣这份钱 尽可能不去对 但是因为这个 文语吧 反正我自己感觉是对我相当信任的 对吧 这么 这个当时交给我 这是我 怎么说呢 就禁天瑞西岛吧 对吧 我也之前我也圈过的 我说你不行吧 你就买新的吧 对吧 那个 因为有些时候的二车车价值是虚搞 换句话说 我跟你说句死话 我们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新车的价 都有的时候都冒冒着收 我家也包括这种 对吧 收了个半年一年的准新车 收完之后 现在四海店降价了 你会发现现在这个车 我们搜车价都赶上四海店现在新车的价了 或者落地价的坏了 那你说这个钱坐地就赔 有很多车商也这样 他根本就不知道新车的价 如果新车价和二手车 差的不多的情况下 特别是准新车这种情况下 能买新的 就别选择二手了 对吧 当然选择二手 相对而言还是合适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 你得碰 好车你得碰 对吧 很少有人会花一年花两年 买个车一年两年赔个三五万就把它给卖掉的 绝大部分人不会 除非那种就是 特殊情况呢 对吧 用钱了才会把车全都处理掉 这也是我现在啊 当车长这么久之后 最怕的事 那就是给客户最少车 因为 这份信任对我来说 很重要 对吧 所以说 为得对得起这份信任 那只能对吧 就是 凭着良心去做事 好 就是恩多 谢谢大家